你覺得這個世界太多擔憂了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有一個故事說到有一位還沒有出嫁的黃花龜秀 有一天他的家人決定在院子裡面找一口井 哇,他一聽到家人要在院子裡面找井 就開始坐在房間裡面想很多 忽然他就覺得非常的擔憂 說你如果在家裡面找一口井 萬一不小心破壞了風水怎麼辦? 有先請假來看過嗎? 而且如果找了一口井 將來有一天如果我出嫁了 嫁了人生了孩子以後 我帶著孩子回娘家玩 我的小朋友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掉到井裡面 那就淹死了,那怎麼辦呢? 井都還沒有找出來 他就非常非常的擔憂 整天的愁眉苦臉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故事裡面的 這位女士非常的誇張 但是說真的 這其實也是很多現在人的寫照 這個社會充滿了各種各式各樣的擔憂 常把我們給壓得喘不過起來 這個社會很多人顧忌很多事情 舉個例子很多人很喜歡去參考 某些命理專家或是星座專家的說法 然後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焦慮 也有很多人很喜歡去比較 某一些外在的一些行頭 很怕自己會輸給人家 也把自己給變得非常非常的焦慮 聲音上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他說 這句一句我非常喜歡的話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講到在一個教會的兒童主日學裡面 老師帶著小朋友要背經句 剛好被他壓這一節 有一個小朋友上台要背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可能因為太緊張了 一不小心他就把這段經文把它給背錯了 他背成什麼呢 他說 他一講完 包含他自己在內全場哄堂大笑 當然這是一個很有趣很玩耳的一個畫面 但是說真的 一不小心也代表了我們 甚至也代表了很多基督徒 日常生活當中的寫照 我們明明有信仰 但是好像耶和華所賜的福 讓我們看起來很憂慮 並沒有讓我們感覺到很富足的那種現象 很多人很喜歡去擔憂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喜歡去擔憂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說法 但其實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能夠簡單一點 希望我們的生活能夠減輕一點負擔的話 我們先要懂得 讓生活簡單 簡單生活 我們的生活才能夠簡單 這是一個資訊爆量的時代 我們每天都接收到很多各種各式各樣的資訊 以至於我們常常很擔憂一些事情 但是我想起曾經有一個心理專家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通常人們所擔心的事情 到後來其實90%都不會真正的發生 讓我們學習單純的仰望 不要焦慮太多事情 學習凡事交托 我們的人生會更有喜樂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天天都給力